以哲就上次要做那個 一個什麼分子料理的金球 然後就壞掉了 看到了 我們本來不知道 現在都知道了 你記得很清楚 從哪裡跌倒 從哪裡再跌倒 再跌倒 站起來 對 蔡英在座 漁夫塔塔 加油 炫死了 挑戰五分鐘 計時開始 OK 那一樣紅石柳醋先放進來 就開火吧 對 因為上次就是發生了小失誤 對 小失誤 加什麼粉 一樣是寒天粉 寒天 對 這個海鯉魚就是直接下去乾煎 這邊魚的話 我就是把它煎成半熟 來了 OK 好 這邊魚半熟之後 我把它泡到柚子醋裡面 柚子醋 所以我剛才不做煙的動作 你的柚子醋有另外調味嗎 還是就是柚子醋 沒有 只有半熟柚子醋而已 對 先生 你要做科學實驗 你分不量嗎 OK 然後讓它靜置一下 那接下來我就開始要做 拌那個塔塔的鮮料 酪梨 對 裡面會有酪梨 然後水果小黃瓜 小黃瓜 然後紫洋蔥 盤式的蟹膏 都融在一起嗎 盤式的蟹膏 蟹膏還有分韓式的 蟹膏 就全部都只有蟹膏 就它就只有蟹膏 對 水蟹膏 然後裡面我就加上 日式梅乃滋 梅乃滋有鹹味嗎 有 然後還有一點酸 昨天先說可愛的 這肉熟都剛剛好 他說你很可愛 不好意思 突然原來有聽到 我在生在一起 真的害羞 最後一分鐘 那個也可以吃嗎 對 等一下就是做成 這是塔殼 現成的塔殼之後 那我就是把它拌勻之後 放到塔殼 這很日式的感覺 他就是把它這樣 放放放以後 然後看那個能不能夠成形 放上去 那個 看來這個還滿費工的 比較開胃的小品 開胃 對 小品很多都滿費工的 還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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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你就有現成的鮭魚卵 有你的鮭魚卵 提一個鮮味 好了 來 你的加油 到底有沒有挑戰成功了 有了 有了 有 但是有 它沒有金球的模樣 有一些 有幾顆 它沒有全部成形 有幾顆 漂亮 就拉出有成形了 對 很美 這好像也是一種這樣 有還是好看的 因為溫度 它對口感也有幫助 主要是溫度 這以前我們在做 我們會把那個油泡在冰塊水 冰塊裡面 更冰 那更冰 這個階段下來的時候 它已經冷卻慢慢變成定型 好 好 完成了 先拍他了 完成 入他的 有啦 還是有一顆 還是有啦 不只一顆啦 哪裡跌到 哪裡趴起來 好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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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你站起來了 這個塔其實又手麻了 那塔的部分是舔的 所以吃到它的餡是酸的 然後還有鹹 海力的那個魚肉 有乾煎過之後 其實它 增加香氣 而且做伴手的 它增加那種Q度在 一般的你海力魚肉 你如果是手的話 你嘴巴一抹它就化掉了 沒有 還在口 反正增加不同的一個 熱氣跟層次 對 而且石榴的那個分子 跟鮭魚卵放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點 鹹甜的 鹹甜的 然後是酸酸的 微微的 很平衡 如果只有魚卵的話 應該會有一點膩 對 小黃瓜也很簡膩 對 而且它唯一會有那個 落底的香氣耶 對 裡面也會有加落底 好好吃喔 不錯 應該不錯 又開胃 其實你說它這個開胃的小品 其實裡面的工序跟城市 做得非常有五星級的水準 掌聲鼓勵 漂亮 謝謝 小黃瓜